柯文哲一直在講海選兩個字 我認為我記得我們那個海選的流程 就是柯文哲很在乎這個SOP 最近就偏偏這三四百分 好像只抽到他這一封 那整個海選計畫 怎麼可能只有一個 許春英沒有其他人 所以這很怪啊 所以剛剛柯文哲說他開大門 但是柯文哲自己也習慣走 就是習慣從後面來嘛 對啊 所以你就想說 許春英他是走大門還是走後門 就是走快速通道 對不對 難道因為他是陸配所以先嗎 我不相信嘛 那其他的越南姐妹怎麼幫你 對嗎 那為什麼他就先 而且柯文哲還說 可以讓他接受訪問還排專訪 那我就覺得這個問題特別嚴重 對不對 發言人都不說一下 沒有 因為我還沒有Q他的關係